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当地美军汉森军营举行令仪式 美国滨海作战团 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跟大家说过 当时在夏威夷就已经成立了 现在已经部署到冲绳 它是一支部署规模较小 但是机动快速反映作战部队 意在遏制加强军阔和海洋活动的中共国的各种 接下来各种军事行动 其实直接应对的就是台海 台湾海峡啊 台湾 这个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把手 陆上幕僚长三下泰臣 等约两百名日美相关人士出席了仪式 仪式上展示了队齐队员列队进行 这是本共同社报道的 第十二 海军陆战队 冰海作战团指挥官 阿尔特林厄姆上校在冲审汉森军营举行的仪式上表示 我们为能驻扎在第一岛链而感到自豪 我们是一支随时随地准备应对突发事件的部队 这个第十二 海军陆战队冰海作战团有约两千人 负责反舰防控和后方支援等任务 使美国海军陆战队把小规模部队分散到 党羽上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专门部队 在日本的西南主岛一带开展活动 冰海作战团可在移动中发射反舰导弹 美军计划到2027年创设 三支冰海作战团此次启动的是 继去年三月夏威夷移植后成立的第二支 今年一月日美安全保障磋商会议 二加二日美的这个会议上确认 创立冲绳的冰海作战团 这个冰海作战团的成立啊 毫无疑问就是应对台湾 接下来中共的侵略啊 就是毫无疑问 冰海作战团是吧 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快速反应 直接进入到台湾 它其实就是一个特种作战部队啊 两千人 看到没有两千人 它比特种作战部队的规模要大 同时 它的装备比特种作战部队啊 更加要强 因为它有快速移动的反舰导弹 看到没有 反舰导弹 它这特种作战部队主要是轻装备为主 但这只它是两千人啊 两千人 所以它既有防控能力 反舰能力 还有后方支援 大家想象一下台湾啊 如果哪一天被内部颠覆的时候 是吧 这个时候 要执行特殊作战任务啊 这种脱色作战任务 需要快速进入到台湾 岛内 而之前啊 这种啊 这个美国的三角洲啊 或者海军陆战 六队这种 它的人数都有限 它如果部署在其他地方 是吧 因为那个美国特种作战部队 它往往都是移动的啊 它不是固定部署 这是直接固定啊 部署 就在台湾海峡周边 台湾周边 目的毫无疑问 那就是对着 这个 它不是一个夺岛登陆的部队 它是后 后援部队啊 就是有突发事件的时候 它可以快速的执行任务 但是它这人数不多 所以呢 它的特种作战能力 超强 同时 它又是固定啊 定位配置 所以呢 由于 是吧 它的 所有的应对 就是 专人啊 专点 专门盯着 这个台湾 台湾岛内的各种局势的应对 这是非常啊 给力的一次 大家可以看 非常给力 的一个对台湾的 这个支持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林女士你怎么看啊 对因为日本它最近对于这个东亚地区的部署 其实新闻上面就是有非常多的那个内容 像它对那个美日韩的这种空间的安全对话其实也一直都在加强是没有停止的就是从那个大卫营的这种宣言之后 所以我觉得日本它对于这种国家在那边的空间跟非常负责任的来使用这个空间跟知道这个空间的那种威胁是非常越来越明显的 所以日本它有照于此 所以对于这个在这个东北跟南亚这里的这个加强防御 它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在强化自己的能力之外 也一直不断的在跟美国还有印太澳洲 菲律宾还有当然韩国就不用讲了 所以它在这个部分的部署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然后它自己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它其实对于在在更南边的越南这一些部分 然后甚至肯亚对不起 就是在非洲它会把它的触角 它以自己本身这一些定点为主 主要的它的防御地方 然后再配合美方的需要 去做在更深层的去兼顾到 但是不见得是马上就把它的那个力量投射到那边 但是它会去环顾一起去配合美方的动作 我觉得这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在各个层面的 包括军事或者是军备后备补给的这种力道的这种提供 对于美方在关岛夏威夷这个部分 还有在那个亚太的这种给力 其实是让美方是非常放心的 这是自己从这些新闻看到的一点感想 路德先生谢谢 大家看这个以色列这个局势啊 其实美国在中东局势 部署的这些也不是很多 是吧 也就一两万人 除了航空母舰外 也就一万多人 但是美国现在的整个的打法 它就是这里专门提到的啊 这种最新的就是分散啊 分散部署 这就是美军最新的这种部署的战略 这是因为啊 这叫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 因为美国现在啊 这些美2000个人它可以调动的资源 因为如今战争战场打的是啊 打的是装备 打的是你后面的支援 你有多少啊 你可以指挥多少空军 F35隐形战斗机 甚至太空的运 这才是打的是这个 这2000人 是吧 它既有地面的 肯定还有防卫的 你看进行防卫 还可以防空 是吧 就2000人它的编制 2000人的 它肯定有一部分是自己独立防空 独立防空系统 然后呢 还可以啊 独立的反见 如果有人要夺这个冲绳的岛的话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出击 是吧 出击 就是在短期内 短时间内 你来不及调动资源的时候 它自己具备防空反见能力 这是很强的 我告诉大家 啊 就是 就是在一个独立的岛上 它就已经至少配备了 它的防空反见的能力 至少可以 能撑多久时间 现在这个数据咱们不知道啊 但至少比如说 撑个一个礼拜 还是多少 那比如说像现在啊 美国在 这个中东地区的 伊拉克的军事基地 它是一个基地 你看现在 要把爱国的导弹 防御系统 调过去 是吧 别人都是用啥 他们用那种火箭弹来骚扰 你防不防得住 是不是 那中共如果对 冲绳的这种岛屿 那直接可能就是导弹上 是吧 它不可能有火箭弹了 那这就 好 因为 它一个导弹过来了 你也 什么海 如果你是一个特种作战部队 你能力再强也没用啊 一个导弹不就给你解决了 所以你要具备基地的独立的防空 反舰 防着别人来夺到 这个能力 以及 还具备 因为它这两千人里面 出击 快速出击 执行一些特殊任务 它是攻防一体啊 攻防一体 防自己能绝对防得住 出去进攻的时候 它立马 这就是啊 特种作战部队的攻击能力 必须得具备 因为它是在岛上 你必须得 有直升机 是吧 甚至有 水下潜艇 你要出击吗 是不是 登陆的 这种 舰队啊 然后 还有 快速吗 因为你要讲讲快速 你就等不及 美国的航母过来部署 它可能刺激 还得有一些 甚至都有一些电子对抗 电子对 干扰 这种能力 电子站的 这种能力 快速的 这是快速的 看没有 两千人唯一一个 小的单位 是吧 如果出去执行任务 能够快速的 完成 这两千人 比如说啊 现在要对台湾 如果中共在里面 搞了啥事 颠覆了 控制了 总统府 那这个时候 它怎么办 那你就得要突破 中共的 它的整个的 雷达系统 那你说 哎呀 再等一段时间 等到航母过来 等航母过来 部署 那不得要几天 有的时候战机一旦 错过 来不及 那这个两千人 它就得具备这个能力 快速的 执行这个任务 由于 它不是恐怖分子 像是中共国 中共国 那你的整个的装备 那就要很强大 能突破得了 对方的雷达 各种防线 并且 还是在 没有后勤 大面积 支援的能力下 快速的完成任务 然后再等 航母过来 是不是 等航母过来 这个就要求 它的 全面的能力 要很强 所以 你看啊 这个美国 这是第二支 除了这以外 可能在别的地方 还会配备 第三支 第14支 因为 这个 在航母 没到之前 万一 出了事 这个时候 如何解决问题 就要靠 这个 滨海作者团 这个 昨天啊 同样 这个台湾出现了 说什么 国民党 与民众党 什么联合 就是柯文哲 和何友谊 啊 他们同意了 联合 一起来 两边 联合 来竞选总统 有的人想让我 点评一下 这个事 我只想说 哎呀 这些人 就跟那阿拉伯 这些国家 他永远 合不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 争权夺利 知道吗 不可能 他只是面合 心不合而已 迟早的事 我跟你说 相互之间会 啊 结仇结怨 阿拉伯这些国家 什么时候 就当年一起 打以色列 不都最后 是吧 相互之间 啊 从来没有 不可能有这种 真正的联盟出现 因为 啊 各个都想当总统 总统只有一个人 他们为什么 想当总统 他总统 他不是来帮助 台湾人的 是要竞选 这个大太子 二太子的 跟中共 知道吗 在习内里 啊 争夺 谁是大太子 二太子的 互相之间 只是说白了 只是 面合心不合而已 你看就是 就是这个概念啊 你说让柯文哲 给他做老二 让国民党做老二 你觉得国民党愿意吗 国民党我都几十年了 在台湾啊 在台湾啊 怎么可能给你这个 柯文哲 民众党 做下手 所以 很多人 担心这 给我发信息 说 哎呀 这不行啊 台湾不行啊 我跟你说 你根本不用操心 这些 永远面合心不合 你怎么看 林女士 对 第一个 因为他们这种 要配合的 这种 已经讨论很久了 就是 蓝白到底 谁主 谁负 这个 就是像 路德先生讲的 我也是这样子 认为的 因为 现在已经都 11月 的时候了 明年的1月 13号 就要总统大选了 你看这个时间 非常的 紧迫 他现在还要 讲说 是谁震 谁负 然后两个 终于要合在一起了 这个不是 觉得很仓促 然后很临时 或者是 他们只是 为了某一个 他们的那种状况 然后要面对敌人 然后不得不这样子 脸眉处击 这个看得到是非常的 没有一个扎实感 然后并不是真的 针对 台湾的长远福祉来着想的 所以这个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 民众应该都看在眼里 那至于刚刚 那个 我们讨论的 那个 EABO的这种概念 它其实是 针对一种 更精准的活力打击 然后主要就是 对于 一些绕过那种 基础传统的那种 大型的部队 或者是大型的那种军事设备 然后持续的更有弹性的来 作为挖解敌人的这一个状态 去做攻击 所以这个是一种新型概念 我相信是跟美方他们除了有那个各个不同亚太地区的这种司令部之外 跟整个作战司令部的联合概念都是有关系的 这是自己一点感想 路德先生谢谢 好 所以啊 这个 现在除了 你看 这个美国 什么美国拜习会 是吧 该一只手军事部署 照样部署 没有停过啊 拜习会 照样 开开开 司法上就跟这个 对这个阿萨德 你看 该司法上准备就准备 对于这个 他们的 习的这个阵营里头的啊 这些小鬼们啊 该清算清算 是吧 该解决解决 这才是真相 其他的 听到中共的这种忽悠啊 又淫麻了 什么东升西降 那都是骗人的啊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别忘了 点赞分享 谢谢林女士 谢谢 出位观众观看 再见